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有网友说 老编 你这个沙发太突兀了 是不是拿个罩子给他罩一罩 老编说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乡下 就是这个农村 咱们这老房子平时也不怎么住 我奶奶住在这 那么现在也是年纪大了 也是住在我们身边去了 那么我们过年有什么习俗 就都会到这里来住 这是上海本地土著的一种习俗 传统 那么这个沙发买了好多年了 好多年 大概有十几二十年了 当时我母亲买的 花了三四万块钱买一套皮沙发 现在都这个样 但是老编的性格属于这种性格 这有什么这些东西 我从来不会去掩盖它 我认为这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就像我开车 我的车里 从来没有挂劲 没有什么那个佛猪 什么猪刺挂在 那个什么上面 我前面 一表盘上面也没有任何的东西 我车里除了一包穿金纸 没有任何的别的多余的东西 我的手机是出厂设置 我的任何聊天界面 没有任何的图感 那这叫什么性格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就是这样的风格 一切喜欢简约 不喜欢复杂 不喜欢花雷胡哨的东西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 主要是讲什么呢 今天这集就要讲 在主场以零比二 击败这个中国队以后 日本讨论修改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焦点包括台海局势 你看老兵在上一集讲的时候 我在全网上还没搜到这条新闻 但是当日本以2比0战胜中国队以后 他马上出来这个新闻了 这不就是趁势的 趁着痛在中国足球的同时 这个煽动民意 趁着这股肾上线激素 打得如此高的状态之下 去推动一些事情 日本的燕华派右翼 去推动这种 这种法律的修改 落地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所以我说 中共不要再拖台海了 不要再拖台湾问题了 你等他们把什么东西都建好 搞好了 我们是也能拿下台湾 但付出代价会更加大的 统一是遥遥无期的 所以我说关键的点就是 2022年至2024年 赶紧的捅吧 捅了以后 局势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有能力捅 对不对 不要再怕了 要孤注一掷 要孤注一掷 现在领导层都是武林后吧 武林后有一个特点 都是这些老三界 有一个特点 他们年轻的时候 经历过一些好的 后来文革来了 经历了文革以后 之后文革结束了 又平反了 又这样那样了 又改革开放了 又接触了新玩意儿了 然后从有到无 再到有 这样可能就再怕失去 感觉安于现状 是最好的 但是老兵想说的是 我们这个民族 在历史上 我们所跌倒的地方 恰恰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说我 当然我非常相信 北京一定能处理好 台湾问题 但是我们在这里 还是要催促 因为他一个一个一个 这种法律在出来 那么我也说过 中国足球 输给日本很正常 这个大家也没有什么 好失望 好生气的 人家五百多名球员 在欧洲踢得那么嗨 有一半的在得甲 踢得嗨得不得了 很多球队的主力 不仅是前锋 中卫 中场 这些中后卫 后卫 门将 都有日本球员 都是踢主力的 你跟人家去踢个球 对不对 你中国 吴磊自己都说 哎呀 在西甲刚开始踢 跟不上节奏啊 是不是 吴磊还是中国 最强的前锋了 对不对 这个是制度的问题 你说我们这个主协 这么官僚化 领导化 这些领队 对不对 为了让谁踢 拉关系 找关系 中国足协的主席 进去几个了 对不对 中国足球中超联赛 曾经有一段时间 国际博彩公司 都不敢开球盘啊 太假了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也就不说了啊 输给日本很正常 人家日本 就是一门心思 踢这个船空 对吧 踢你中国队 这场球 我都不用看 我就 知道什么样的结果了 事后果然 很多网友都说 日本队的门将 长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在 在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阵地 被他这个压得打 狂轰烂炸 你看完比赛事后数据 你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这很正常 又在日本的主场 对吧 按照美国皮尤 这个中心的数据 86%的日本人 讨厌中国人 这么多的日本人 讨厌中国 这次方比赛 把中国 这个林峰 又录了两个球 当然 他们这个情绪高 爽得要死 哎呀 这个疫情 搞得很压抑 而且日本人 是很喜欢足球的 而且日本国民 非常喜欢看日本队踢球 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加上疫情肆虐 加上失业率 很多日本的女的 都下海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通过这样一场 足球的胜利 告慰自己的心灵 那是很爽的 肾上线激素 一定是爆棚的 所以说日本 马上就 趁势 讨论修改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焦点 包括台海局势 日明1月26日称 这个日本政府 26日正式开始讨论 关于修改国家 安全保障战略工作 报道称 政府的讨论焦点 包括是否 加强威慑力 如何应对 升级台海的局势 中国在军事和经济 两方面增强影响力 日本政府在讨论 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的工作时 考虑到此事 日本会讨论 是否加强威慑力 包括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 报道谈到背后原因是 中国和朝鲜的动向 指中朝两国推动 超高音速导弹等武器开发 力图突破日美导弹防御圈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认为 不仅是防守宣布 还有拥有打击能力 有助于遏制 报道又称 日本你将包括 确保重要物资 供应在内的经济安全体制 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 给自己松绑 也是给对手 大胆施展拳脚的机会 日本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日本人他总是在学习中国 学习中华文明 不能说学习现代中国 是学习中华文明 当然他对我们这些古老的这些谚语 他总是理解得不够彻底 那么 所以你看 他的这个新的这些 法律文本 这个政策 和老兵分析的没错 他就是要防住你的超高音速导弹 尤其朝鲜也拥有了我们给他的东风17 也有可能是俄罗斯给的 但我具体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中国给 因为那个展现的那个现场 展现的那个导弹发射车辆 跟东风17一模一样 只是颜色啊 刷漆有所改变 其他这些都一样的 所以我说过 他现在要开发 所谓的定向能量武器 这个分析的这个点是完全正确啊 各位啊 日本他这个东西出来了啊 完全正确啊 而且26号今天是27号 26号他就已经放风了 27号现在呢 在日本的一些媒体上 大肆在鼓噪这件事情 博求 博取民意的支持 我个人感觉他们还做了一些民意的这个调查 趁着这个点马上的啊 造势趁热打铁啊 那么老兵想说的是什么 日本呢 为什么会改变这个 这个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态度 因为日本的这个政府啊 包括他的这些研究机构 学术界 战略界 他们出来的一份报告 就是认为现在的中国大陆的军力 强大到 整个日本明面上和暗地里的这些自卫队加起来 再加上整个美军的印太司令部 还不是驻日美军啊 印太司令部 加在一起 北京的军事力量 绝对也是占有绝对优势 而美国 印太司令部和日本 加在一起 都没有相对优势 这个就是目前他们所焦虑的 那么他现在要转变这个政策 转变这个政策呢 尤其是他不 他不安的因素 重点不是说来自于近期我们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绕台 要收台湾 因为大家说收台湾是肯定要收的 全部最软的全国政协汪洋都说了 就是这个促统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如何遏制 就是说 如何遏制外部势力的干涉 已经成为了整个中共高层重点 研究和重点应对的 也是以一个方向 已经成为了一套制度 就是应对美日外部势力干涉 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国策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观察到 尤其是汪洋这个讲话 看到没错 而且还有这个打击台独 是中国的国策 那么就是促统 那么所以说 重点是怎么去做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日本也是由于你南海 在这里搞这个岛礁建设 对吧 他就知道 其实在南海的这些岛礁建设 就可以让他日本的生命线 被我们切断 那么台湾呢 主要是这个军事的用途 他认为 在这个地方 一旦被我们控制住 他将非常吃力 所以他的整个国策 就是来如何保台湾 应对中国 但是呢 我说过 我们有超纲音速武器 包括我们也给了朝鲜 所以说 他的整个防空 因为日本啊 他有这个两层防御网 一层是海上的 跟美国组建的海上 包括我说 美国把最先进的激光战舰 全部部署到日本这边来 还有他这个陆地上的这些 岛上这些导弹防御系统 但是有了超纲音速武器之后 他这一套全部都白打 所以现在要搞定向能量武器 那么曾经呢 日本在对中国呢 他认为就是说 跟中国的 包括到现在吧 和中日和平发展关系 还是他的基本国策 还是他的基本国策 曾经呢 他因为这个战争 因为要发展 他呢 对中国呢 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援助 真像这一点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但是是不是因为战争的负罪感 而来援助呢 我个人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说过 中国的改革开放 真正正大钞票的 都是美国 日本 欧洲 倒不是我们了 要明白这一点 因为中国 你想想看 你按照过去 这两年不整治环境 这两年整治环境 过去不整治环境 那么大污染 中国的普通劳工 几代人的付出 才有今天这个成就 那他们来给中国援助 帮助中国发展 那难道他没有好处吗 对不对 没有好处吗 当然他是很大的好处 中国市场 严让日本的企业家 挣得个盆满钵满 所以当时呢 知华派是占据上风的 那么现在呢 这些燕华派呢 重新又上来了 燕华派很明白吗 就是他们是哥哥 他认为他们是哥哥 我们是弟弟 不就这么自恋吗 但现在其实 摆在他面前的来说 他没有办法打仗 为啥 你在南海 南海被我们控制住了以后 你打什么仗 是 你日本 对 你是储存弹药 那么我想请问 我帮你打 没了 你的石油 而且日本 它没有天然气管道 它都是用液化器 你记住 日本都是用液化器的 即使有所谓的天然气 也是要海上运输过来 然后再打气进来的 那么我想请问 整个南海被我们控制住了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在大西部 巴基斯坦这一线 我们的空军战机 可以直接飞到这里来 而且那边还有我们的军舰 那我在那个方向 我也来截断你的石油供应 你的物资供应 对吧 你的很多很多的产品的供应 包括尿素 日本尿素也要通过中国供应过去 那么我想请问 你打什么仗 你打哪个仗 对不对 我就在南海 我就专门攻击你的商船 攻击你的船队 攻击你的这些运输物资的这些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怎么办 所以我不认为说 他也许是 他有这个胆量 插手台海 但是有没有这个能力 也许也有吧 但是这个能力能持续多久 能不能影响日本人的生活 这个我可能认为 很难 很难 对不对 你的资源非常匮乏 你怎么样才能打这场仗 你怎么样管台海的事情 所以说关于这一点 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又那么复杂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 每日做这样的事情 日本现在越来越走极端的路线 仇视敌视中国的路线 北京也给他 国防部我说过 也给他警告了 所以说 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要赶紧地解决台海问题 赶紧解决 不要说什么 你有二十大了 权力保二十大 当然我知道 是要保二十大 那保二十大 那明年还有什么事 不会又有下一个事 对不对 北京冬奥会也马上办完了 是不是 所以赶紧地 武统 老同志们 领导们 真的 你看这个日本 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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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这样子搞事情 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那样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 謝謝